确诊隔离药师送药到宅 这样的画面随着疫情降温 未来渴望走入历史 春节后防疫政策调整 先从病例定义开始讨论 禁通报重症并维持现行措施 轻症无症状免通报 也不强制五加N隔离 相关就医领药等几副项目 也将一并调整 但免隔离也要有配套 传染病类别调降也会讨论 专家说禁通报重症 已经有降累异味 中中症是落后指标 或许台湾也可以考虑 发展这个废水的一个监测 这样可以同时可以减少通报量 又可以在疫情之前 不强制五加N对轻症无症状患者 就医领药回归一般就医流程 但有中重症潜在风险患者 抗病毒投药率恐怕降低 而后疫情时代疫苗怎么打 专家认为每年一剂最可行 疫苗技术精进 但专家分析MRNA疫苗 只能防重症死亡 无法预防感染 看好次蛋白疫苗 副作用第一是未来开发趋势 另外流感新冠二合一疫苗 和鼻喷疫苗也是方向之一 就等临床试验好消息 未来投入防疫 静新闻流星和梦哲参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